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特币安利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呢 题目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不装逼了啊 那就实话实说 那到底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环境啊 那么不管是从中国大陆反馈的 还是从别的地区 或者是我身在美国所感受的这种氛围啊 咱们来聊一聊 这种经济环境能不能够支撑得住一个牛市啊 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闲钱流到这种风险市场 那么这是今天咱们要去讨论的一个重点啊 那如果说咱们讨论下来 那目前这个环境呢并不适合一个大牛市的话 那接下来大家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别的方式 那可以去度过这个严冬 或者是我能不能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让大家呢去度过这个难关呢 那这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内容啊 那么好 那本期的视频呢 其实也没必要做这个免责声明了 那其实都是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个观点的一个阐述吧 那因为今天也咱们也不涉及到一些交易 一些啊什么什么技术指标了 全部通通的都不要了啊 那大家呢也要这个 睁大眼睛啊 那么目前市面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博主啊 还在告诉你 要坚持啊 或者是说让你去做合约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都要去警惕了 那首先呢 咱们是从这个帖子开始啊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人是95年18线小城市啊 这是 这个人是突然爆火到网络上 他的这个帖子的阅读量有将近200万的阅读啊 那我们看看啊 他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呢 他是特别有代表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帖子才能引起广泛的这种传阅 广泛的转发点赞 然后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咱们看一下 他说是有一个小家庭 对吧 那2021年4月份 开始买史币的时候进到币圈 那刚开始赚了几万 对吧 感觉币圈呢 就跟捡钱一样 那么当时身上还有大纪元的负债和房贷 那感觉很快就还清了 这时候他就有这个 呃 币圈跟捡钱一样了 对吧 那就是飘飘然了 那时候 呃 各种动物园 只要你买就能赚啊 结果呢 到2021年519的时候 暴跌了 那519跌的拿不住 刚毕竟这个新手刚刚进币圈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经历呢 跟所有的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呢 都很像 呃 非常非常的像 那紧接着呢 就是呃 开始啊 我们看看啊 他就该开始各种家群 看推荐啊 然后进入二级的土狗 然后必安恋宝贝狗 然后什么也赚过几十万 没有卖一直拿着啊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咱们频道的很多观众呢 也都是类似啊 类似 然后呢 就到这个B2C20了 也就是到2023年了 那么后面呢 就到今年的8月份了啊 撑不下来了 一共亏了40个啊 40万人民币 那信用卡加网贷呢 是35个 一共亏了75个 那这个时候呢 呃就有这种轻生的念头了啊 轻生的念头了 那后来这个房子挂出去啊 那离婚协议也写了 那么呃 OK 那大概是他的一个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 那大家 我觉得呢 应该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这个帖子了啊 那这是一个案例啊 那第二个案例啊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案例呢 是呃 昨天私信我的一个朋友啊 那不不方便公开的讲 那我看看他昨天怎么跟我说的 他他说他的房子呢 也是要挂出去了 然后呢 呃因为现在这个大陆的房价呢 在下降 所以我可能卖不了一个好的一个价钱 那么 呃 他说呢 就是让我给他一个财富密码 那么 说实在话啊 呃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财富密码 那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比特币啊 没有其他的 这个时候呢 任何人再去跟你推啊 什么东西的话 呃 那都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因为这个 呃如果真的是这种 熊市来了的话 那怎么着都得有 呃半年的时间 才能缓过劲来啊 半年 我我预计啊 有半年的这个时间 那在这半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那只要是反弹 啊 就是你出货的时候啊 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了 那么 这个半年的 我觉得 应该大家都不好过 那这哥们呢 就说这个房子要卖了 对吧 然后呢 看看我能不能给他一个财富密码 然后赚一笔 然后翻身 能不能翻身 呃 我就告诉他呢 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幻想了 他想这个把房子卖了呢 呃 说哈啊 就是让我给他一个财富密码 他去说哈 那如果说有这种财富密码 有机会的话 那我是第一时间是要冲进去的 对吧 那我肯定是呃 如果说我看到的话 那我肯定会在我的频道里面 最起码我会给我会员群讲一下吧 那目前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我现在根本我的视频 就除了讲比特币之外 还是讲比特币 那么其他的任何的项目 我都不敢讲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行情 那这一轮里面呢 呃其实这一轮 不能算是一个牛市吧 这一轮呢 只能算一个小牛市啊 咱们多次在视频里面 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这是第二个案例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会员了 那这个会员肯定他们他们 他的家庭团件比你们 呃比刚才讲的这两个呢 要好一点啊 那他是做这个信贷的 做贷款的呃 做贷款的呢 呃什么状况呢 就是现在国内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很多人贷款 贷款还不上 把房子抵押给他了 但是呢 这个房子的低呢 流动性又不好对吧 然后呢也不好出手 所以就很愁 那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毕竟呃那你做这个贷款的话 你把你的钱放出去了 结果换回来了一手的 这种流动性很差的 然后价格一直在亏的 一直在跌的这种房产 那换谁啊 谁都会抑郁啊 会受不了 那我自己也想过 这个如果摊到我身上的话 我也很头疼 就是真的是经济好的时候 呃做什么都好啊 那目前的简单的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案例 那么这三个案例呢 我觉得呢 基本上呢 就是能涵盖 80%以上的咱们 频道的观众的情况了啊 呃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大陆 地区的朋友 那现在呢 呃我也不方便多讲啊 那现在这个情况 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很多人确实反映 很多公司倒闭 呃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只能去送外卖 只能去呃跑这个滴滴 呃那么如果说啊 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 那么呃我觉得呢 大家都很都很难过啊 就是可能日子都都很难熬了 那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我们我在美国这边呢 美国这边的人的生活的 没有那么惨 但是呢 已经远远不如去年的时候好了 那去年不如前年 那最好的一年是什么时候 呢是2020和2021年这两年 为什么这两年最好呢 这两年呢是因为疫情期间 美国政府大量的发钱发支票 那每一个人都能领到好多钱 那平均每个人有差不多一万块钱吧 当时领了 那么那个时候啊 也就是到2021年的时候的 狂暴大牛市 因为那个时候日子好过 那我们不说 大家也都经历过2020 2021年的时候 那国内的经济 肯定也比现在要强很多很多 很多倍 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大家都有钱 所以说才有钱的去投到币圈 或者是投到股票市场里面来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没钱的话 那你想的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要把手里面的这种风险资产 卖掉 就不要让自己家里面的人和自己的受这个委屈 那你没有人会傻到 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呢 还要拿一手的山寨币或者是比特币 拿着这个东西 你不能当饭吃 对吧 你换成法币 换成这个现金 你最起码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说呢 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呢 就是 第一呢就是 如果说你还有工作的话 不要轻易的辞职 那好好的努力的去搬砖 那等到这种经济好转的时候呢 有好的机会的时候再去考虑 那如果说你没有已经失业了的话 那就好好的去送外卖 没有办法 不要太懒 不要天天这个有手好闲的 天天无所事事事事的样子 那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 你们的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标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要存幻想了 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熬不下去了的话 那手里面有什么笔全都给卖了 对吧 那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那么如果说我能做些什么的话 那还是要取决于我们所有的观众 那如果说你除了维持住你们家庭的这种 最基本的开销之外 那还有一些精力和时间的话 那么我劝你啊 不要再去跟着人去做合约了 做合约是没有前途的 到我的这个推特时刻上面啊 那我在这里面有一个 跟利哥一起报复 那我在这里面写到了啊 我现在呢是我要带着很多的朋友呢去做KOL 那么你可以选择呢去在推特上去做 也可以选择去油管 那么我从今天开始要给大家做一个魔鬼的训练营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那这里呢也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B圈里面啊 鱼龙混杂啊 那肯定是有好的博主 有持续输出的博主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 是在那无脑的在写一些东西啊 写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呢 这帮人呢是不配在这个B圈里面当博主的 那么只要你啊中学的时候你写个作文 OK那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咱们就是去摸索一个独特的一个道路出来 那么等你的粉丝超过一千个的时候 那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商务推荐一些广告 比如说做一些帮着别的项目呢去推销一下 然后呢去这个撸点毛啊等等等等的吧 那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你在推特上面给我发私信啊 你在我的这个推特上面 你看到我这之后啊 我在这个地方应该有 我自己看自己看不到 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发私信的一个按钮 如果说我没回你的私信的话 那么你在公开的场合呢 按他我一下 说这个立哥看一下私信 OK这样都是呢都是可以的 呃 那么这是我能力所能及的能够帮到啊 咱们频道的所有的观众的一个事情 呃你要是说我去真金白银呢去 呃救急大家 我也没有这个实力对吧 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创业者 那我自己这个也要让自己的家人呢 也要这个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水平对吧 那我能做到的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 在最短短的时间之内呢 然后呢让大家呢有一个一技之长啊 最起码你看到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析它 怎么去写这个呃软广啊 怎么去推销它 怎么去在这个社群里面跟大家互动 怎么样让自己获取流量 那这是啊你需要去掌握的一项技能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啊 一定要私信我 或者是你在我的电报群里面的话 那直接找我私聊啊 这个全部全部都是免费的啊 我向大家所有朋友保证全部都是免费的分文布局 那么肯定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我这里面也说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啊因为呢后面呢呃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我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个MCN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去帮助啊项目方 因为现在是出现一种什么什么情况呢 KOL想找商务 那么项目方想找KOL 那如果说一个项目方去铺垫盖地去找 去满世界去找的话特别麻烦 那么我想要培养一批啊 我自己信得过的一批KOL 那从我们从零开始 我们从最开始呃从一步一步的来 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情 那这是我后面的一个打算啊 那如果说你有幸成为我的第一批的呃 这个学员的话 那我觉得呢咱们一定会走的很远 OK好 那以上的这个视频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内容了啊 那我其实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其实我自己今天录制一些视频 我也是非常沉重 呃因为我认为我自认为这个 我感受到的经济没有那么差 那实际上这个经济的这种水平呢 肯定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了 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各自安好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